特斯拉正经历着中国特色的不降价平等条约 马斯克一时间竟然不知道到底谁是中国人 推荐机制再次改版 北美特斯拉降价是否就在转角 梅塞德斯奔驰也加入了特斯拉超充 下周特斯拉可否股价充300 今天我们来研究以下几个问题 现在会看好运不断 昨天特斯拉中国和国内15家车企 联合签署了汽车行业 维护公平市场秩序承诺书 我也第一时间发到了我们的免费社群里 具体如下 为维护良好的汽车市场秩序 共同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积极稳定和促进汽车消费 特做出如下承诺 第一坚持遵守行约行规 规范市场营销活动 维护公平竞争秩序 不以非正常价格扰乱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第二注重营销宣传方式方法 不夸大宣传 不虚假宣传 不为新引求增加货客 而对消费者进行误导性宣传 第三发扬质量为先 品质为本的工匠精神 以高质量产品高品质服务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第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履行社会责任 在稳定增长信心防范风险等方面 积极担当 永挑重担 携手为国民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上面四条 我看完都傻了 总结起来就是 不许乱降价 不许扰乱国民经济增长 江湖不是打打杀杀 江湖是人情世故 这15家车企加上特斯拉 一共是16家车企 联合签署了这么一个条约 有很多国货之光 你每次跟他们谈质量 他们就会说民族品牌发展不易 你要跟他们谈价格 他一分钱也不给你让 马斯克都懵逼了 我降价卖车实惠中国老百姓 因为我成本控制的好 我让利于民 到底破坏了什么市场秩序 到底破坏了什么消费者的自身利益呢 前一阵疯传 特斯拉国内降价 居然一堆精煤破口大骂 指责特斯拉不负责任 降价是伤人伤己 消费者省了钱 权益被没被破坏 那是他们说的算 他们用自己的钱包来投票 这些媒体在装好心人吗 今天维护公平市场秩序承诺书 真的让人大跌眼镜 用国民经济民族品牌 来美名其约维护市场公平 这可爱的公平到底是公平还是不公平呢 特斯拉想让利于民 结果都不能给这个机会 一时间马斯克都傻了 他妈的到底谁是中国人啊 更可笑的是 这么丢人的特色的平等条约 你偷摸着签不行吗 还非要公不于众 但凡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 他不是出气的 都能看懂这条约的意思吧 我们15家是卖不动了 但是你特斯拉呢 也别想将家卖得多 反正我们婊子是当定了 你特斯拉呢 也别想着立牌坊 这真的是国际玩笑啊 一片怀然 然而呢 老马马斯克何许人也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马上推出了新的引荐机制 相当于购车变相 省了3500块人民币 购车人呢 省了3500块 还送90天的 这个EAP辅助驾驶 推荐人呢 送7000积分 和北美一样 可以拿去换东西 妙啊 真的是妙啊 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我非常的喜欢 不光中国市场呢 北美市场这里呢 也改变了这个一件机制 打开特斯拉APP 之前推荐一台 Model 3或Model Y 咱们得2000积分 我也给大家分享了 6月份 咱们自己的推荐码 就卖出去8台车 总共是 都是三合外 总共是16000分 我也说了 这分怎么花 咱们频道的观众说的算 接下来呢 这个红短裤 Model Y的加速包 都给安排上 不要着急 现在这个积分涨价了 推荐一台Model 3 一台Model Y 给你1万分 哎呦我的天 你早两天 咱们这就是8万分了 也不是现在的16000了 对不对 多了这么多分 得可以干多少好玩的事啊 我买点T恤 送粉丝都可以 对不对 现在呢 这个推荐 Model X和S 送2万分一台 然后买车的人呢 是S和X 送1000块的美金 还有三个月的FSC 全自动驾驶 买Model 3和Model Y呢 是送500块现金 和三个月的FSC 自动驾驶 这个优惠力度啊 是越来越大 推荐的力度呢 也是 从北美需求的角度上来说 成本下降 它并没有上海那么快 更多的我的猜想呢 是让利润走销量 为了下半年 这个销量再充业绩 不出意外 我认为啊 可能不久又会降价 毕竟这儿没有这个特色的 不降价平等条约 今天的新闻啊 梅塞德斯奔驰 也要加入特斯拉的超充网络了 他们这个EQS 我一直都没有时间去试驾 但是耳湾这些 这个地方经常都能看到啊 外形还真的挺好看 感兴趣的朋友 评论区催一催呢 我呢 也这个人就是经不起念叨 你催我呢 我就早点去拍 这人呢 是继福特通用 Stalantis Rivian 沃尔沃之后的 又一家大车企 代表着德国的 传统燃油车的工艺的经典品牌 再次我就一个问题 现在谁比较慌 宝马怎么想 大众怎么办 丰田怎么装 全都在家 无比的恐慌 上几次大车企 加入特斯拉 股价呢 都是unstoppable 接下来怎么走 之前评论区粉丝说 股价破300 送我一台Model 3 也呢 在这个社群开玩笑 说这个股价破300 咱们泳衣洗车 这周末呢 反正也都被你们玩坏了 我就先练习一下 泳衣洗个狗是怎么洗 然后呢 这个为洗车做准备 视频呢 也会发布在这个 艾伦陈加州生活的小号上 这叫未雨绸缪 到不到的了 咱们不知道 但这个准备 咱得准备好 至于技术层面上 能不能到300 昨天已经在小号 视频上分享了 包括小盘古的夏天 昨天说IWM的缺口会补上 今天就完美的补上了 小盘古的夏天 记住这六个字 会让你的夏天不太一样 更多的技术分析呢 就在小号讲了 在这个大号讲呢 很多人看不惯别人赚钱 我们就在那里洗狗剑 好吧 看完再赞 要尝完惯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